左营的莲池潭景观近几年在市府努力改造之下 可以说是越来越美了 为了争取更多观光客到访欣赏联盘风光 带动休闲产业发展 市议员陈立真就建议市府文化局能够加强活化孔庙 并且充分利用水域资源来办理活动 尤其是曾经造成轰动的龙舟竞赛 希望能够让莲池潭风华再现 风光明媚的左营莲池潭 曾经是高雄最具代表性的观光景点之一 近几年在市府用心的规划下 周边生活机能更加完整 市议员陈立真希望市府能加强串联周边建设资源 同时活化孔庙和水域活动 让左营休闲产业再上一层楼 这么美的一个建筑物 我们都没有去给它活化 真的是很可惜 那我要建议我们的文化局长 应该把它开放 然后做个阅读区也好 咖啡啊品茶 那我们的市民到那边可以 可以去那边歇个角 我是民众外地来的 我没有地方去 我一定会到里面去喝一杯茶 然后还个书 这是一个非常棒县城的资源 我们其实今年已经有宁定一些 相关的一些活化的一些计划 包含那个东侧的部分 我们也会引进一些青石餐饮 跟一些文创产品 那鸿门的部分 我们目前是设定希望结合 成人教育跟社会教育的这些资源 我们现在有些规划在进行中 陈立真对于文化局 争取20亿经费 进行左营建成计划 表达高度肯定与期待 也希望每年短午节前 在左营连池坛举办的龙舟竞赛 能够成为高雄的代表性活动 吸引更多观光客到访 因为龙舟在连池坛是竞赛呢 是它的水域它的条件都非常的优势 而且在那边去观光的旅客或去散步的旅客 都可以同时可以观赏我们的龙舟 所以我会那个在推动我们的连池坛的一个龙舟活动 文化局表示目前已经拟定孔庙的活化计划内容 未来将搭配建成计划 办理各项文化巡礼活动 希望让文化保存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也能体验旧成文化之美 港多新闻综合报道